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们看过了文件上传 对不对 有上去就得有下来 对不对 所以这节课咱们介绍一下文件的下载 听起来是一个很高深的问题 其实文件下载非常的容易 借助于http的下载 跟写一个rtm链接是一样的 只不过链接的地址写的不是一个rtm文件 而是一个什么具体的你要下载的文件 好吧 比如说这里边 我们现在想做一个下载 我们做一个页面叫dwn.htmr的一个文件 这里边我们打开它 比如说 我们下载列表 假设我们想下载东西对不对 跟写A链接是一样的 HIF看到了吗 然后写这块写个上A 比如下载 下载比如说视频.ir 对吧 那我们这块需要借一个文件 AAA.tmt 比如说我随便里边写的东西 对吧 然后我这块给它打个包 看到了吗 那这个包名 我起个名 比如叫做 viw.ir 看到了吗 是不是这个 那我直接链接地址 可以用相对的或者绝对的 我只要写上这个 比如说我的叫 viw.ir 你看 就可以了 或者写绝对的 http什么什么都可以 对不对 来我们看一下 就是写一个链接 那这样的话 这个下载我们就写完了 好 看一下 这样就写了 对 我们刷新一下 这块了 这块 这的dwn.htmr 对不对 嗯 我得查看一下什么 自乎编码 让它是UTF8 看到了吗 下载那边 我一个让它好看一点 我这加一个什么 D2 对吧 小心一下 这有了 我们下载一下一点记 看到了吗 他们看出这个框 告诉我们这个 压缩文件 对不对 来源是本地的地址 对不对 我们可以打开或者保存 只能个文件 一点确定 是不是就可以了 去找 是这是一个下载的一个 但是呢 如果我这么写的话 那只能下载什么文件呢 本地文件 不是本地文件 所有文件都可以 只要是它文件 在这里 里面放着 我们能访问到 有读的权限 我们就能把它读过来 其实下载的过程 就是把它原来的文件 读的过程中 我这边建一个 同名的文件 写到我本地文件里面去 就是一个大量的过程 再来的过程 对吧 但是呢 如果一些文件 浏览器认识 比如说 我想把 你看啊 假如说这话 有个 viw.html文件 或者是 你看啊 viw. 假如说是 tst文件 或者是一张 图片 你看啊 我同样写下来那边 图片收藏 比如说我随便找一个图片 比如说 细说 prp 就那crp第一版的书的 出屏对不对 嗯 给它改个名字 看一下 比如说叫做 book.gtd 看到第三个东西了吗 看到了 我里边写点内容 这是一个 tst文本 对不对 嗯 然后页面里边 这块 写的 这是一个 html file 文件 是不是都有内容 那如果我链接这么写 你看啊 这块 简单说 我写的是 嗯 叫做 viw.html 这块 改成 html 这块 如果是 viw.tst 这块 写上 txt 还有一个 对 这块 如果写到 book.png jpg 行 无所谓了 book.jpg 那还改过来吧 看得出一点 对不对 jpg 好 我们看一下 这几个格式 我们能下载吗 假如下载列表 我已经下载列表 我已经下载列表 是几下文件 对吧 一点 是不是直接仿了 这文件吧 那同样 文本文件 是不是也可以啊 那jpg 文件 看到了吗 浏览器 对 那什么情况下 会出现这个 只有是 压缩了 不是 分什么呢 浏览器是什么 他认识的文件 他就直接解析 不认识的文件 他就当成副件 提供你下载 或者用本地的工具打开 就看他认不认识这个东西 跟他演不演熟 对不对 他能解析的 他就解析了 解析不了的 谁形成这个副件 对吧 了解这个过程 好吧 那 在别的网站上 咱们见过图片能下载 这个文本能下载 而且能下载 这些都可以的 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要做一些手脚 让这些都可以 怎么样的都可以 怎么办呢 要记得不认识 对 不是 他默认的 他不是所有都当成副件 不认识的当成副件 行的下载 那我们可以人工的告诉他 你这个东西就作为副件去处理 他就行的下载 他就不直接解析了 对不对 只要告诉浏览器是副件就可以 那怎么告诉浏览器副件呢 如果都输出都显示了之后能行吗 不行 所以呢 你请求任何服务器的时候 如果用的是http这个协议 请求服务器 服务器 他就会给我们响应 对不对 其实响应分三步 第一步给我们状态码 比如200亿成功 404 一边错误 对不对 500服务器错误 这是状态码 第二步是投信息 对不对 想投信息 就是第二步告诉浏览器说 我内容要过来了 投信就告诉他 你得做什么什么准备 第三部分才是输出的内容 对不对 分三步 所以呢 状态码那部分都做不了 是默认的给我们的 对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置 最主要是第二部分投信息 我们可以要服务器 客户单发个投信息 投就是 投钱 我都不怕投钱的意思 对不对 就先发一些投的信息 告诉浏览器说 我后边的数据要过来了 你给我做什么准备 而咱们这投信息 告诉浏览器什么呢 我后边发的东西 附件 你不能给我解释 对吧 最大附件处理 那浏览器就听他的 内容过来的时候 就形成下载 所以我们只需要一条一转 就可以了 对吧 对 你看 比如说 我现在 这里边你想做哪个下载 比如说 html吧 行吗 我就用它.prp 加个.prp文件 看到了吗 对吧 所以我这块访问的 就应该是谁 view.html.prp 是不是找对文件文 对吧 在这文件里边 我只要 因为下载 就是把服务器内容全传给服务器的 对不对 咱们有没有一个函数 能将这个内容全读出来 给服务器的 有 read file 记得读直接输出 我这里边当前文件名 什么 记得 我当下载要下载哪文件名 file name 等约是不是 view.html 对吧 然后 我要下载这文件吗 对不对 我直接把这文件放在 file name里边 这条文件什么都要 将 对 文件内容全部输出 是不是输出一个客户段 对对不对 我只要在前边 输出客户段 你就在没输出之前 先向投信息跑到客户端处理一趟 对不对 用一个什么 hdr 他的投信息 投信息和输出内容 投必须放在前面 因为他俩最许的rtb协议规定了 先有投信息才有内容 如果内容都过起了 投信息再告就没有用了 就晚了 对不对 所以在投前面不能有任何输出 有输出都是第三部分的 控格控行都不行 所以投前面有输出的话 浏览期见面会有一个错误报告提示 告诉我们 什么 有一些 对 投不能更改了 你以为有输出 在前面有输出了 对吧 那我们投这里边 我们写什么内容呢 这里边是一个字幕串 听懂吧 比如说 我可以这么讲 记者前面经常写的 C-O-N-T-E-N-T-C-O-N-T-T-Y-P-E 是不是 文本类型是 give the team GAN-T-L-T-E-N-T-E-N-T-E-N-T-A-N-T-E-N-T-E-N 还记着他写的那条句句吧 对吧 那我现在不写这条句句 比如说我用投经纪 我发的是test constituents 可不可以 后边多个值 我用分号不可开 ändern 这样的话是告客 下载的文件是文本的 жить 投信息是不是就知道 但是没告的是负件 Zahl可以写多个 你 respuesta 可以写多个这话是一个类型的 这是告诉客户端的 这是告他类型的对不对 我不写这也行 他会默认知道类型 不写也可行 我只需要就一个 就是告他是负件 对吧 这条语字还比较长 不太好写 所以咱们看一下 一颗件什么的 就是告的这个 文本描述是负件 看到了吗 就这一点点就可以了 就这个词 论论描述 这个词什么词 是负件的词 对吧 就这么简单的一点点就够了 完事了 对就可以了 你看就可以先上下载 现在我们同样的内容 刷新一下 我现在只写一个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 现在一点击 行不行 先上负件下载 对不对 先点击皮 但是文件名是不是这个 不是我们想要的V6.rtm的文件名吧 你看对吧 所以怎么办呢 就看你头心怎么写了 如果这话你再加一个 当时属性质 是不是除了负件 再告这个负件 告的文件名是什么 看到了吗 文件名是什么呢 是不是V6.rtm 你这写什么名 它就是什么文件名 对吧 比如说我这话 123 123 这被改了 你这改下面也得改 对不对 你看我们再刷新一下 看到V6.rtm 是关于我代言号 如果不想我对代言号怎么办 我们把这个代言号去掉不就完了吗 是不是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多做一些实验 你就可以看到更完美一些 你看 是文件名 是这个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多加一些 什么 告诉他什么 头信息 它是文本的rtm类型 对不对 对 那我们再刷新一下 看一下 我们再点一下 这个 这块 对吧 那个是rtm文档 是不是 它默然原来就知道了 对不对 对 但这里大小没显示吧 这问题多大呀 这没显示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还可以加一个头信息 告诉它是多大 所以我们还可以加一个 看到了 告诉他什么 内容长度 C1TNT 内容描述 内容类型 内容的LTNTTH 是不是内容长度 内容长度多长呢 我也不知道多长 看下这文件 直接这样吧 直接用这个 file size 是文件的尺寸 VAEW.HTML 直接 这边传个文件名 是不是就可以了 嗯 file name 是不是直接获取文件大小 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小心一下 再点一下 这块有22.4 对不对 刚才我们没看见 对吧 默认的话 是不是都能识别 如果不能识别的话 你可以告诉它更详细一些 当然了 果物浏览机识别 不一定其他浏览机识别 对不对 所以一般的 咱们写下载的时候 都写这三号 对吧 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中间这一号 对不对 是什么 当成什么 复理 劲来处理 浏览器 浏览器就不解析了 对 浏览器就形成下载或打开这样的模式 对不对 第一个告诉它类型 这块不是必须的 不是必须的 对不对 设置 设置 类型 下面这个怎么的 设置 对大小尺寸 是不是就可以了 同样代表里咱们能举一反三 比如说这个不可点接批计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 把它改成下载 是不可以了 那这块不可点接批计 让它换成不可接批计点 pnp 防御这个念 对不对 那我们只需要把谁 把这个复制一份 改成 对 不可 点接批计点pnp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将这里边 什么改造 这块 换成 book.jpg 是不是就可以了 文件名是全面了 然后这告诉它是什么 你matchimg 对不对 你match 它什么类型 jpg 就是这样的格式 对吧 这别的就不用改了 你看 同样这个图片 我们也可以下载了 我们 刷新一下 这个吧 你点击 你看 这会儿已经 怎么的 直接就下载过来 看到了吗 打开文件夹 这个文件 是个直接下载下载了 比较方便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如何做下载 对吧 这回对下载问题应该有所了解了吧 所以我们做下载就这样 当然了 我们还有一些更高级的下载 大家比如说ftp或者是其他多线程的 这些大家就要多写上招了 对不对 但是大门普通下载 我们做是这么多的 除非借助一些其他的服务器 我们能做更高效的一些下载 好 那这点课 针对文件的下载的 我们就叫到这里 好吧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